人说过 抓到你朕是要剥皮的 剥皮 是你们朱家的专利 想当初 开国元勋 梁国公兰玉大将军 就是被朱元璋剥了皮的 朱元璋在位时 一个支县的凤银 不过是二两多一点 凡是贪磨六十两以上者 都要被剥皮 而且剥下来的人皮 就放在大唐的椅子上 供继任者观瞻 明太宗朱帝皇帝篡位之后 将建文帝的两个忠臣 都剥了皮 一个是活剥 一个是死剥 我一个秀才有什么功名 你剥秀才的皮 无非是向世人证明 你诸后照耀继承 你们朱家天子的传统 一个不会剥皮的皇上 怎么算是朱家的子孙呢 刘太监 你可得当心了 要知道 按照大明律 宦官乃是行鱼之人 宦官犯法不判斩刑 非剥即剥 三国时无国的亡国之君孙昊 只剥人的面皮 现在大明天子剥的却是一张完整的人皮 池康燕草的乡下人 是做不得皇帝的 他要把小时候受的苦难 完全报复给天下的臣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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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当含笑九泉啦 好了 我算你对了 接着来 春眠不觉鸟 蜂蜂不闻地鸟 再大点声 大声说 春眠不觉笑蜂蜂不闻地鸟 谁在睡觉 哪里有鸟啊 他 他就是小鸟 啊 停停停 停停 停停停 呆到秋来九月八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台后拜花沙 冲天乡镇 臭长安 满城近代 黄金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